景福街也有很多食物 然後很多地方都有外賣優惠 紐西蘭薄西拉牛排是48元 排長龍 在這裏做甚麼? 幫忙買麵包 店舖很小,但排很多人在這裏 大家好,今天來到新蒲江 在崇寧街出發 因為上次我和SY 來完Mikiki之後 想吃一間叫肥仔明的店舖 知不知道原來關門了 原來它是關門3時半的 所以我今天早點來 看它在下班之前買外賣回家 今晚試吃 原來剛才我做好貧寧那裏 剛剛好有一個地標 寫著黃大仙區 原來新蒲江都是水黃大仙區 我以為是九龍城區 這一個強記辦館真是很有特色 以前辦館的薯片 尤其是用浪衫架 浪著 很有感覺 而且一定有些西瓜波 買去沙灘 好,我們走回頭 才過去那邊看一看 為什麼辦館旁邊有這麼多人排隊 在做什麼呢 排長龍 在做什麼呢 排馬麵包 是不是很出名的呢 這間麵包 這麼多人 店舖很小 大排這麼多人在 好了,我們現在就走到 崇寧街的新蒲江廣場 過了馬路 然後我們再直行找一下 因為我不是很記得怎樣去那間店舖 我要找一找 這間店舖的裝修都挺有趣的 地道管麵包 但是現在下午茶時間 都好像沒什麼人 現在就走到庫原街 剛才那個彈波波 以前SY小時候也很喜歡玩 為什麼那麼多小朋友喜歡玩彈波波呢 今天發現了一個網友 他說他老公有儲這個ipod的習慣 然後一個月前 就不知用幾百元美金 就買了一個ipod的三代 今天出了一個post 就說原來現在ipod 都會炒的 除了iphone之外 可以炒到 四萬元港幣 上網搜尋了之後 真的是 原來ipod全新未開封 真的可以升值到 三萬九千多元港幣 我真的想都沒想過 因為通常都是iphone才有炒價 再走一走一走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view的一剔過 真的好看 之前就做這個雜技 蝶羅漢 把那些女生 摔高 然後再摔下來 哇 多緊張 又有一個是 玩劍球的 那個劍玉兄弟 之前呢 我們也有去過 這個top那裡 他的pop store 有哥哥真的教你玩劍球的 top store哥哥就說 我們之後還是去D2 Place的啦 下次如果有機會 去D2 Place 我們去探望哥哥哥先 哇 為什麼不見了 忘了那間店 在哪個街上 我看到了 原來在這裡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就在錦榮街 上次我們來到 已經關門了 這次好像又收拾東西了 是不是又關門呢 不是呀 遊山門 我想請問有沒有外賣賣 今天收了 收了嗎 收了嗎 收幾點的 三點鐘截單 三點鐘截單的啦 禮拜六至兩點就能走到啦 禮拜六更早點 對 因為不早了 好啊 麻煩你 我又白來了 前天有些酒 賣炸來的那間都好吃 哪間好吃 我買回來吃 韓式工房嗎 沒錯 好好好 炸雞飯捲好吃 還是牛肉飯捲好吃 兩隻不同 因為牛肉裡面是有泡菜捲的 炸雞裡面有芝士的 牛肉那邊會不會很辣呢 如果炸泡菜 吃下去不覺得 那就要牛肉啦 麻煩你 好了 我決定買一個多麵館的餃子 回家吃 麻煩你 我要一個菠菜苗鮮肉 菠菜米西 限定那個有沒有西洋菜 西洋菜還有少量 那就要這個啦 另外就要多六隻煎的 煎有什麼好吃一點 洋蔥啊 好啊 洋蔥啊 但是為什麼菠菜這麼快 都賣了 對呀 一菠菜一多人吃 噢 菠菜很難 挺好久的 有出水又吃 所以 有西洋蔥攪拌 只剩一粒 哈哈哈 不好意思 被我要了 但是兩粒菠菜都沒有了 我們又繞回來新蒲光廠場了 因為我看到這裡有一間花好月圓 不如買一個越南粉給阿泰吃 這個 現在六點前還有下午茶餐 適合 對呀 就買這個下午茶給他 這麼便宜 連阿泰那份也買了 等兩個字 我就逛下這個新蒲光廠場 其實我沒有逛過 看看是怎樣的 原來這裡有一個撈金魚 其實撈金魚也很不環保 金魚好像被你弄死了 噢 一不上來游自康一上來 竟然我看到我的最愛 還要是打孖上 我最喜歡就是天地雙龍和小老寶 竟然這裡有齊 噢 厲害 這個天地雙龍 應該很少人會喜歡天地雙龍 所以我又沒有提過 然後這裡還有Berberg 它是電腦來的 還有玩具 噢 還齊了這個扭蛋的鐵甲萬能盒 這麼多顏色都有齊 厲害 這個商場有甚麼看 咦 這裡有一間外賣店 有這個龍湯可樂餅 好像很好吃 不如買回去吃也好 龍湯可樂餅 是呀 是呀 那些超18元 這些應援品我拍一下可以嗎 可以可以 噢 這裡好像帶阿泰來 厲害 有阿泰的直幅 這個也是阿泰的 一定很喜歡阿泰的 他很喜歡阿泰的 阿泰有大的 有大有小的 但我反而覺得這個有趣 這個十字排牛奶的盒子 我們喝開就是紅色 粉紅色和綠色都沒有喝過 乾杯 都是羅漢果好一點 送的呀 羅漢果 是嗎 這個是 礦泉水 還說是鹹檸 好 我們今天很豐富了 但我依然都是肥仔冰 也是拿門釘 又是呀 又拿門釘呀 媽媽你嘗試吃這個下午茶餐 你這個下午茶餐 很便宜 天河粉拿了這麼久回來 會不會都將起來呢 沒有呀 OK呀 牛肉又不會像牛肉乾那樣 牛肉乾 所以你嘗試下雞翼 這個下午茶餐的雞翼是 即是包起來的 包起來的 芝麻雞翼 加上一杯礦泉水 39元是多划算的 皮其實沒什麼特別的皮 其實39元送兩隻雞翼給你 我覺得最出色竟然就是 我買越南東西的時候 因為要等十分鐘 我走了到新蒲江商場上面 除了有小路寶和天地雙龍體之外 竟然我還發現有這個可樂餅 為什麼可樂餅沒有可樂餅 可樂餅好像叫做 可樂 OK 它翻譯中文就是可樂餅 喜出望外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期望之下 它有粟米加上那些醬 甜甜的 表面又脆的 挺好吃的 然後這間最好是什麼 它有MIRROR的應援品 還有零零碩色的COLAR 你猜是誰 八個選擇一個 WINKER 阿DAY 可能阿DAY很喜歡吃可樂餅 是不是 嗯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餃子 你覺得煎餃好吃還是水餃好吃 我覺得煎餃好吃 煎餃比較香 煎餃就是洋蔥豬肉 這個就是西洋蔥豬肉 煎餃不知為何我回來 冷氣一炸 好像比較硬 你吃嗎 我想立即上場吃 就應該好吃一點 拍青瓜在哪裡吃又會有驚喜呢 對 你要拍青瓜就要拍青瓜 也不是 杜杜的青瓜都一樣 等於全世界的 車人優也是一樣的 一個而已 這間車人優指作包飯 就是肥仔明的姐姐 她說我們生的你隔壁吃吧 隔壁有間也挺好吃的 對呀很多料 但是散光了給你滴得到 我喜歡這個 它除了有膽之外 還有我喜歡吃的黃蘿蔔 辣不辣這個泡菜 不辣 我們今集到這裏了 剛才 在新毛巷有個觀眾叫我 但我在想事的時候 我只會問 Hello 你好 忘記跟他聊天 如果看到這集的話 下次我再在新毛巷見到你 跟你聊天 拜拜 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你舔著你 像牛奶妹 你舔一次 嘿 哈哈哈 看我觀眾不是在新毛巷 人家是去買東西 或者人家在新毛巷上班 他好像十歲左右 是嗎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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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ra